9點30分歡迎大家回到生活同樂會 今天禮拜一早上本來就是一個比較需要大家互相加油打氣 一起去上班的這種情況 然後再加上這個禮拜只有休一天 上禮拜只有休一天 大家一定就覺得特別的累 所以我們今天要特別的來一集 我們通常都是給大家這個一些正面的 今天也不是不正面 但是今天應該會讓大家覺得非常的爽 為什麼呢 因為呢平常上班族最大的快樂 我上次有問過啊 我有問過我朋友說 你們覺得在辦公室最大的快樂是什麼 大家就說第一個就團購 第二個呢就是大家一起罵老闆 或是罵某個討厭的同事 當然這不是一個非常正面的建議 可是我覺得在真的非常低潮或是非常生氣 或是非常覺得上班很痛苦的時候 這真的不能說他不是一種療癒啦 所以今天我們就要帶大家 呃來看看 職場現行計 如何揪出你的職場 主隊友我們歡迎到的是非常受到大家喜愛的 呃職雅諮詢顧問洪雪真洪老師 老師早安 哈囉哈囉大家早 同文早 老師寫非常多的文章哦 哦然後其實呃如果大家最近有在看的話 老師其實寫的還不是只有這個呃職雅的 親子的有寫哦 是是是 真的什麼都什麼都寫的很好很有感覺 哦哇謝謝謝謝謝謝 對那呃今天老師呢 我最近其實分享老師一篇文章是親子關係的 他就講到說很多爸媽啊都是呃 最最令爸媽驕傲的孩子都是這種出國念書 念的非常好的 可是到最後其實都沒有在身邊 是 但是真的守在身邊的孩子卻往往被爸爸媽媽忽略 甚至會說呃你你你就是就覺得你是沒有用 比較沒出息是我那時候看了我就覺得好好感好感動 我就分享在我的Facebook的粉絲專頁上 然後有好多人轉發分享底下好多留言 看了我也是蠻難過 有一個男生就說他說以前他一直守在爸媽身邊 然後幫忙顧電就是其他人都不願意對 對他是最小的他就幫忙顧電 結果媽媽有一次就跟他就罵他就說你就是沒出息 才會留在我身邊他說他說聽了這個話之後他就決定離開了 那後來我就說其實我覺得 我們上一輩甚至是真的賽上輩 其實老人家有的時候不太會表達 說不定他是一種疼惜 我覺得啦說不定他是 你知道嗎就覺得哎你你為什麼不去闖你的事業 但是他用這樣的方式說反而好像傷了孩子的心 當然當然我覺得其實 呃一般在家裡如果你小孩不止一個哦 兩個三個甚至五個六個的哦 其實啊最有愛的孩子會留在父母身邊 但是因為有愛他為了要留在父母身邊 嗯那心理學是很複雜的就是說呢其實你最後的反應出來 可能就是你會讓自己功課沒那麼好 沒那麼出息沒那麼有發展 所以你才不會遠走高飛啊 你才會留在父母身邊啊 可是很多人沒有意識到沒有覺察到 其實那也會是一個狀況 啊 所以有機會的話我很想很希望可以再邀請老師來聊這個部分 因為我覺得這個部分很多人都非常有感觸 那但我們今天要講的就是要揪出職場的豬隊友 俗話說人在江湖走哪有不挨刀的 哪能不遇見一兩個討厭的豬隊友哦 什麼樣是豬隊友一般來說覺得執行力差啦 拖延啊 然後說話草是踩到你的雷啊 就是白目啊 牽錯外錯都是別人的錯啊 那執行力差有時候就是別人要來幫他擦屁股啊 或是指出一張嘴就可以把事情完成了啊 真功偉過他最厲害啊 陽鋒因為就是白爛到底啊 上班就是來八卦不是來做事的啊 哎呦 啊講得好順哦 都沒有結巴 哈哈哈哈 好爽啊 哈哈 好 太多太多這種人了 是 但是這些人不是一眼就看得出來的對不對 嗯 有些是 有些人很明顯哦 但有些你要跟他共識過一段時間 那覺得說 奇怪怎麼老在同一個點上呢 他就出狀況 哎 哈佛研究在所有人際關係滿意度當中 最低的是職場關係滿意度啊 就一成啊 對很難找到 其實跟你真的很match的同事 那真的我告訴你 那你 你你得非常感恩哦 非常欣欣 因為呢 你要修到這一條船 你可能呢 夫妻要修五百年 對 這恐怕你要修一千年 因為太因為滿意度太低了 對 老師你上班三十幾年 然後你呃 又長期的在觀察職場 是 你所你你所看過最誇張的豬隊友情況是什麼 嗯 基本上啊 其實啊 我不太說人家豬隊友哦 我覺得這是年輕人的說法 其實我不太說 他講年輕人受指責我 我好開心哦 哇 就是我今早最開心的一件事 老實說年輕人受指責我 哈哈哈哈 沒有沒有 好 然後呢 呃 我有個看法 因為我在職場太久了哦 其實啊 當你呢 說別人豬隊友的時候啊 我得這麼說啊 其實你也在說你自己是豬哦 為什麼 你想想看 豬會在哪 豬就在豬圈裡面啊 那誰會在豬圈裡面 就是豬啊 那你想想看 如果呢 這個人可以當你的同事 或者當你的屬下 你想想看 你不也是嗎 嗯 也就是說他其實是一個同溫層 那我覺得啦 就是五十步跟一百步的差別哦 那我覺得豬隊友 也不完全他真的沒有才華沒有能力 他最大的問題其實他是呢 不知道自己的亮點 他不知道他要選對哪一個舞台 其實他是站錯舞台的問題 所以他那件事他老做不好 嗯 我覺得如果有一件事情 你老是做不好 你不要再努力了 我我真心建議你 調職或者轉換跑道 哎有耶 嗯 我覺得其實蠻多人 可是我覺得他們 就是他們其實 呃有一些人啦 嗯 你說他總是就是 你會覺得他好像是豬隊友 你認為他是豬隊友 是是 但他可能只是沒有找到適合自己 對 有很多人都很適 都找到很適合自己 就是一直拍老老闆的馬屁啊 哈哈哈哈 就是每天下班就去接老闆吃喝玩樂 那也是他的長處哦 哎 我也是很早 你看他哦 我大概十幾年前哦 我在新聞圈哦 進入新聞圈 大概十年之後 我就領悟到 這真的是一種才能 真的 你看我們就做不到嘛 對不對 對 所以呢也不能說人家是豬隊友 是哦 每個人的才能不一樣 哎 對對對 所以呃 老師你覺得說 你你你會像剛剛有人馬上就講 他說他每天進了公司 就仿佛進到養豬場 哈哈哈 老師剛剛那句話就在講給你聽 就是說呢 什麼樣的人會進去養豬場 呃 你豬船裡面通常都是 主辦就是飼養人嘛 那你是不是老闆呢 是啊 如果你不是老闆的話 你可能也是豬船裡面的一隻 對對對 這真的是太令人難過 那呃 老師你覺得怎麼樣 讓我們可以在 這樣子的一個環境當中 因為一定還是有人就是 就沒有辦法 雖然你講說 這個你要叫人家換位思考說 他是還沒有找到他的 適合他做 我怎麼會這樣想 我又不是老闆 我又不是主管 我只覺得我看他就是不順眼 我看他就是這麼多事情做不好 要我來擦壁 是是 那我要怎麼樣去讓自己的 感覺稍微好一點 第一個啊 我覺得啊 你得認清事實哦 既然他是豬 你就認清他是豬 你別呢 去期待呢 他呢 呃 呃 他會呢 OK 就是呢 你不要跟他生氣 因為你跟他生氣呢 你就跟他同一個等級 你就跟他一般見識哦 然後呢 你呢 不要呢 呃 覺得說 嗯 豬呢 要會做事 嗯 那你覺得他不笨 不懶 你希望他這樣子 那是你過度期待 所以呢 不是呢 他可氣要可 那是你可恨啦 我就說 你要去想好 認清楚 他就是豬 你要用豬的等級呢 去 跟他相處 其實這才是對的 嗯 你不要把 他是豬 你就不要把他當做人 你會生氣是因為你把他當做人 嗯 那那那怎麼辦 比如說 我們剛有講到好多的狀況 我們這邊有一題叫做 要認識什麼是豬 哈哈 那到底什麼樣叫做豬 豬啊 基本上啊 他是不會思考 哦 就說呢 那如果呢 他不會思考 其實在工作當中最重要是他會思考哦 會判斷 然後他會分析 可是很多人其實他就是不會思考哦 他就只能呢 你叫他做這他就做這哦 那這種人呢 呃 你就不要期待他會主動思考哦 第二個呢 豬呢 基本上他就是不會管理 你老覺得他事情呢 怎麼做得一團糟啊 怎麼沒有辦法緊緊有條哦 問題就是在於他真的不會管理哦 再來第三個啊 豬就是呢 不會做事哦 你期待他會做事 那那那 你不只是考驗他 那你其實也在挑戰你的這個容忍力哦 所以其實呢 我我覺得第一個 我們先把它認清楚 啊 就說你知道他大概是哪一種型的豬 那大概就OK了 嗯 那當然剛剛講到第三點是 你不要期待他會做事 那第四點我自己補充 我覺得大概你也不用期待他會做人 因為他就是豬嘛對不對 是 怎麼會做人呢 對不對 好 那呃 老師有建議大家跳脫 說原本的思考框架 重新建立三個不同的思維 嗯 既然哦 他不會思考也不會管理 也不會做事 那你就要想哦 他是豬 那你就想說我要是人 你想想看啊 是人在管豬還是豬在管人 可是我們大部分的時候都讓豬來管我們 我們的心情就受他影響啊 每天開心也是因為這個豬 每天不開心也是因為這個豬 那其實你忘了你自己是個人哦 所以呢首先呢 我們就呢分清楚他是豬你是人 那是人在管理豬哦 就像剛剛童文講的 你得當那個市主哦 那你呢想清楚了 你就去想呢 我 有 你就要把呢 你的這個 呃 這個管理權啊 主導權呢 你要拿回到手上 你不要交給豬哦 那第一件事啊 你要做的事情就是啊 你呢 就是呢 計劃你來做 嗯 你不要期待他會做計劃 嗯 有些人他就是不計劃的哦 那呢 你有條有理 那他呢 你只要跟他說 欸 我們的事情呢 就是這三點 你就按照這三點辦 欸 他說OK了 記得啊 發個email給他 讓他確認哦 欸 你知道了 你也看到了 我們溝通無誤哦 我們也產生了共識哦 所以我們就呢 按部就班照辦哦 你這個是在 以主管的 站在主管的高度來說 對不對 不不不不不 同事也可以 欸可是同事 如果我們做一個計劃 然後叫對方來執行 對方不會生氣嘛 他會覺得你誰啊 我告訴你 有個豬不會 因為呢 他就不想做計劃 哦 而且呢他就是懶嘛 他想說 欸你你做好啦 好啊 然後呢 他從來不主動思考 所以你呢 他喜歡被動執行 那你做好了呢 他也呢 樂觀其成 但是但是我 我覺得有一個很重要 嗯 態度要好 嗯 因為呢即便他 你認為他是豬哦 可是他無論如何 他可能是你的同事哦 甚至甚至 他可能是你的主管 或者是你的老闆哦 那對同事我覺得啦 我覺得我們一定要用一個 尊重的態度哦 但是你對主管或者對老闆啊 你可能要再升級哦 不能只是尊重哦 你可能要尊敬哦 嗯 所以你在口氣上 你你不能說 我做這個計劃來了 你就照辦 你不行這樣子 你就必須要說 用請示的口氣 嗯 所以欸老闆啊 這個事情呢 我呢稍微想了一下 那呢你看看呢 這樣子呢 是不是呃 OK 如果呢不OK 那老闆你可不可以呢 再幫我呢 給我呢多一點意見 嗯 其實要用請示的態度 欸這差別就會出來了 嗯 我覺得重要就是態度的問題 所以如果是同事 就像剛剛老師前面講的 就是可以 這也是一個建議嘛 是 對對對 我們因為我們要一起來 完成一個工作 那就呃 我我已經先提出了一個計劃 嗯 那我建議說我們可以這樣子 一起來走 嗯 那你說 同文講得非常好 嗯 你說的 這是第一個 這其實是老師在教大家 面對職場的呃 豬隊友 不管這個豬隊友是你的同事 嗯 但你一定得跟他一起合作 或是你的主管的時候 是 有三個可以拿回主導權的方法 那這個的前提就是老師 剛剛一再講的就是 你要接受他是豬 然後你是人 事情又非得做好 是 所以就由人來擔任一個四主的角色 是 所以要拿回主導權 第一個就是提出書面計劃 對不對 第二個計劃 第二個第二個方法 就是進入到執行 是不是 對對對 要定什麼 你要開始呢 去呢 定進度表 喔 進度表啊 不要由他來做 我剛剛有講喔 就他基本上他不是一個呢 可能會很會喔 很會思考 或者呢 很會管理的人 因此啊 進度表你來抓 抓了之後呢 一樣的 一樣的 你還是還是喔 就是呢 剛剛同文講的 對同事我們就用建議的口氣喔 詢問他說 欸 這樣子做好不好喔 他有沒有什麼意見 可以再補充 可以再加進來 那對於老闆 或者對於主管 我們就用請示的態度說 欸 那進度我這樣子抓 那不曉得還有沒有哪裡遺漏的喔 可不可以呢 請主管呢幫我呢 再確認一下 嗯 或者請老闆呢 再幫我做一下呢 補充 那會不會更完美 這樣子 所以呃 老師這邊有提到 拿回主導權的三個方法 第一個是提書面計畫 由你來做 第二個是定完工時間 也是由你來定 第三個是呃 要有定期的檢查 進度 也是由你來來定喔 所以這樣的一個狀況就是 可以確保事情做得了喔 然後呃不會被豬隊友給拖累 是是是 那所以呃有講到就是說 要怎麼辨識脫離 脫離大概就是 你說要擺脫豬隊 因為如果我們要講說 要怎麼辨識擺脫遠離 嗯嗯嗯 你的感覺就是說 辨識這件事情重要嗎 辨識重要啊 你確定他是豬啦 要不然你怎麼會抱怨 對不對 哎 擺脫他們呢 就是用這三個方法嗎 還是 我覺得是 因為為什麼呢 呃 怎麼講 你要擺脫的不是豬 而是那豬的習性 嗯 所以呢 針對他的習性呢 你要去呢 知道怎麼樣跟他相處 怎麼樣去改變他喔 嗯 因為你不可能改變豬啊 除非你換工作啊 嗯 但你不能永遠是因為碰到豬老闆 嗯 或者呢豬主管 或者豬隊友呢 你就要換工作 那你換不換不完的 因為到處都有啊 嗯 嗯可是我覺得 如果今天是同事也就算了 嗯 如果是主管 而且還是直屬主管 嗯 就是那真的有點難耶 哈哈 好多人都在問的問題就是 那如果老闆是豬怎麼辦 我覺得大家比較能夠接受 就是同事之間 嗯 今天如果說這個人就是 比較不愛做事 好啦 我多做一點 無所謂 可是呢 希望老闆看得見 但是呢 老闆也是個豬 然後什麼東西又指 就是指派不清楚 哦等等等等 大家都覺得非常痛苦 大家都會想要換工作啊 哦 換工作的確是一個好辦法 我得跟你說啊 其實在你的生涯規劃當中啊 其實有一個很重要的點 很多人都沒有去釐清楚這一點啊 就是說 我們會挑公司對不對 其實我跟你說啊 挑老闆挑主管啊 其實遠比你挑公司還重要 為什麼 因為呢 這個主管啊 會影響到呢 你整個學習 還有你的挑戰 還有你未來的成績表現啊 那這些呢 將來都會放在哪裡 都會放在你的履歷表啊 如果呢 這個主管呢 跟這個老闆 無法成就事情 將來你的履歷表 也是黯淡無光 你很難換到一個好的工作 因此呢 其實啊 選擇老闆 選擇主管 其實比選公司還重要 這非常非常重要啊 我們可能沒有辦法選擇 我們的隊友啦 那 所以老師說 那我們就學會 跟他們相處 能夠省時省力的技巧 是是是 那除了剛剛講到的這些 這些是指在做事上面 但如果是在人際相處上面呢 你有什麼建議嗎 哎 做人這件事啊 我真的得 得老實講啊 有一些人就是不太開竅啊 就我們呢 在 在評鑑一個人的時候 我得講啊 人有兩種能力啊 第一種叫做做事的能力 有一種叫做 另外第二種就是做人的能力 有的人在做事的能力是非常強的 那有的人的做能 做人的能力是很弱的啊 好好 我老實講 我也坦白啊 像我做人的能力就很差啊 這方面呢 的的確確呢 我就是腦殘 但是呢 你就得知道就說呢 你要掌握你哪一個亮點啊 但如果你恰好碰到這個同事啊 在做人上面啊 就是很差 老是踩到你的雷區 老是很白目 或者老是講話讓你很不開心喔 唉 那我得講 你 你真的沒有辦法挑他啊 你沒有辦法改變他很會做人 因為那可能是他的天賦喔 因此啊 你就是要轉變方法 你只能去看他他的優點 他的優點可能他很會做事 那假使這個人做人也不好 做事也不好 那我只能說就放棄吧 嗯 那那真的沒有辦法 因為你無法改變他 我要講 我為什麼叫你要認清他是豬 因為你沒有辦法改變別人 嗯 OK好 那麼所以今天呢 就告訴大家 在職場 如果有你覺得是豬隊友的同事 或者是覺得是豬隊友的老闆 那第一件事情就是你要接受他 就是還是這個我們法師說的齁 接受他 呃面對他是不是 欸這個是四個還是三個齁 四個 面對 面對 然後接受 處理 放下 對大概我覺得 我剛聽完之後 我覺得我就馬上就 呃浮現了我們法師莊嚴的面貌喔 哈哈 就是告訴大家 遇到了豬隊友 其實你也就是一樣的 所以是法師還是厲害的 他這四句話可以用在所有的關係上面 喔那當然當然 喔所有的關係耶 是是 關係或是難題 是是 都可以用到齁 所以呢就是面對他 接受他 是吧 面對處理接受方向嗎 還是面對處理 面對接受處理方向 嗯 好 反正呢就是要接受 那今天也提供了大家一些處理的方式 那原則上呢看起來就是自己多做一些 好像是沒有辦法 好像是唯一的方法 但是你在做的時候 心裡面就不要覺得很抱怨 因為如果今天你已經接受了 他是一個豬的事實 你做這些事情你也會覺得還好 何必跟豬計較呢 是是不要跟他同一個等級 因為豬就是 怎麼會到最後是這個結果 哈哈 好那今天呢希望在這個 還蠻辛苦的上班日的第一天呢 給大家一些職場上的建議 那但是呢我覺得最好就是 這個禮拜也只上三天班 大家就會要放四天假 所以撐一下 今天非常謝謝我們的職雅諮詢顧問洪雪真 老師來跟我們聊聊職場豬隊友 希望我們每個人都可以不要當別人的豬隊友 這很重要啊 謝謝老師謝謝 謝謝 謝謝 謝謝